我妈妈跟我爸爸都给我留下 永难磨灭的一个画面 所以奉劝年轻人真的要孝顺父母 全天你说 快看板 一离开文工团 离开教育界 整个人像拖的姜的野马这样 半夜三 四点才回家 我妈妈在楼上 我住五楼还记得 她在窗口那边 三点的 你抬头一望 如果是你 你第二天会 十二点就回了 应该的 当然 我可能不敢出门 对不对 没有 我照旧 我那个时候我变了个样 下班了 每晚必喝 每喝必醉 这样的生活 家人都不能控管你吗 家人关心你吧 管不了 可是我记得姐姐跟你们家 感情都是很好的 为什么你那时候都不能听姐姐 或者是哥哥 会妈妈的一句劝 变 人是会变的 你忘了你贴一点父母 你知道我妈妈跟我爸爸都给我留下 永难磨灭的一个画面 我妈妈的就是这个 三更半夜在楼上等我 那我爸爸呢 是我小时候有一次 去他店里 工作店找他 我看到一辆货车从那边转过来 你知道吗 那个楼里已经很高了 再堆两三层的货 你有多高呢 有一个人就坐在那个货上面 那就是我爸爸 这样转过来 如果快一点 是不是 所以 那是我永远忘不了 原来我爸爸是做这么辛苦的工作 所以奉劝年轻人真的要孝顺父母 子欲养而亲不再 所以这个是 不要做后悔的事 我们眼前把它做好 这是最重要 谢谢